大家好 在咱们现代国际交往当中啊 各国互派使节是一个通力 派去外国做大使的呢 也都是这个正常的公职人员 不过这种在咱们看来很平常的事 对19世纪末的大清来说 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当时大清常驻英国的第一位使节叫郭松涛 他出使英国的前前后后惹来了国内的巨大非议 这位呢之前积攒下来的好名声也毁于一旦 那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咱今儿啊就聊聊这事 故事得从光绪元年 也就是公元1875年开始说 那年呢英国派出探险队到云南呢 勘测交通 驻华英国公使马家里从北京出发跟他们会合 结果呢走到腾冲被当地民众给杀了 驻华使节被杀 大英当然就不干了 要求清朝派人亲赴英国赔礼道歉 这属于这个外交事件 得找个懂外交 当年统称为懂洋务的人 朝廷翻来覆去找了半天 就选中了郭松涛 之所以选中老郭 是因为他原来啊 跟着李鸿章办洋务 在办洋务的过程当中 还写了一本书 叫调臣海防事宜 书中呢把洋务写得非常细致 让他呢得到了这个朝野的尊重 慈太后呢都特别的赏识他 那说他是最懂洋务的官员 郭松涛要去英国道歉这事儿 在朝野当中就掀起了对他的攻击 有人写对联 说他出乎其类拔糊其翠 不容于摇顺之势 未能是人 焉能是鬼 何必去父母之邦 他的湖南老家 甚至有人扬言要毁他的祖物 扒他的祖坟 一时之间是沸沸扬扬 让郭松涛非常难受 后来李鸿章出面力挺 再加上慈禧太后亲自接见 出言劝慰 让他不要管别人的闲话 只要一味替皇上办事就没有问题 言辞特别恳切 话到这份上 郭松涛凯然应允 到光绪二年 那就转过来年1876年 郭松涛带着副使刘西红 和随从三十多人启程复英 到了英国呀 这个道歉帝国书流程走完了 但这事儿呢没结束 这次郭松涛使英是临时性的 当时大清没有驻外的使节 而各国之间彼此互派使节呢 已经是惯例 大清也得跟上潮流 于是呢 这个郭松涛呢 就成了大清第一任驻英公使 常驻英国 英国此时正处于维多利亚时代 国力鼎盛 各种新奇的发明机械 让郭松涛大开眼界 当时电报变化发明不久 在英国运用 郭松涛呢 就在自己的日记里记载刚发明的电话 距离六十里如在左近 这可比什么六百里加急牛逼多了 郭松涛对英国的一切充满好奇 跑遍英国的每个角落 包括议会啊 学校啊 工厂啊 甚至监狱 他在牛津大学看学生考试 颁发学位 在他的眼中呢 博士就是汉林 博士的前三名呢 他也以中国电视的顶甲类比 不过牛津拿到学位的人呢 终身研究学问 不图做官 他在日记里说呀 哎 这就是儒家先贤理想的学校 可惜呢 自从秦汉以来 这些玩意儿在华夏失传了 像牛津这样的事啊 比比皆是 那在这个郭松涛看来 英国政治制度不就是中国儒家推崇的州制吗 比如选举首相 这就是理想中的闲人治国 舆论监督 这就是理想中的倾听民意 只不过后来的中国世道变了 人心不古 所以中国才变成了后来这个样 郭松涛参观英国议会的时候 看见议员们拍桌子吵架 又是大为赞叹 认为英国的这个军国大事 都是互相辩论 评理为胜 在郭松涛看来 这种公开公正的议会政党制 可以上情下达 比大清的政治体制啊 好很多 当然了 这也是三代之政治 只不过在中国后来失传了而已 随着郭松涛在英国待久了 他看到的呢 就不只是表面上那些技术和学术政治体制 而是西方的文化历史 他在日记中写到 西方的历史其实不比中国短 他们的文化呢 一点也不输于中国 更是有层出不穷的学者先贤 比如说这个牛顿 亚当斯密这帮人 尤其是牛顿 他说自己探求科学真理 如同在大海边 剪食贝壳的孩子一般 这样的态度 在郭松涛看来 跟儒家那些谦逊的品格非常契合 所以呢 他不断在日记中呢 就发出了感慨 说孔老夫子设想的理想国想不到在遥远的西方 郭松涛的这本日记啊 不全是给自个儿写的 当时大清朝廷有规定 驻外使节需要把所见所闻 所作所为详细记载 随时自报 这样做呢 是控制驻外大使的重要手段 郭松涛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 出使英国的所见所感 他写下的这些呢 其实他没有觉得这个不妥 在他看来 英国就是践行儒家思想的典范 那么倘若大清能够努力学习 孔老夫子先贤之教 将来赶超英国 自然也是指日可待 所以郭松涛觉得这些想法特别有意义 就把自己日记的副本呢 交给了总理衙门看行 取名为呢 使息即行 希望以此唤起儒家士大夫的共鸣 可万没成想啊 他这本日记看行之后 在国内激起了轩然大波 士大夫舆论汹汹 说郭松涛这本书啊 这本日记 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 有个叫何金兽的阎官 更是上纲上线 说这郭松涛有二心于英国 欲中国尘世之 这话说的非常重 一时之间 郭松涛在朝野之间的地位名声 摇摇欲坠 这时候呢 他的副使刘西红 背后给了他最致命的一刀 刘西红呢 跟着郭松涛在英国见了世面 私下里呢 也认可英国比中国强大先进 但眼瞅 郭松涛因为看行日记 在朝中地位不保 为了不受牵连 就上书朝廷 列举郭松涛的三大罪状 第一条啊 说这个郭松涛在英国参观炮台的时候 因为天冷 披了一件洋人的外套 刘西红说这是数典忘祖 就算冻死也不能披洋人的衣服 第二条呢 在一次万国博览会上 郭松涛看到巴西国王竟然站起来 让堂堂大国在小国面前威严扫地 第三条呢 说郭松涛听音乐会 这是效仿洋人的生活方式 十分不妥 一桩桩一件件 放到现在看都是鸡毛蒜皮 不值一提的事 但是在刘西红看来 每件事都犹如天朝上国的尊严 性质十分严重 到最后他表示 一定要跟卖国贼汉奸 郭松涛划清界限 态度如此激烈 如此义愤填膺 刘西红还怕不保险 又添了一把火 密奏郭松涛罪责使款 说当时啊 清朝驻英官员迎来送往 要在伦敦太吾市和码头行三败九寇之礼 郭松涛觉得呢太实体面 各位英国绅士太太都看着呢 要不咱还保留这套礼节挪到使馆之内 反正这个明尊卑分君臣的效果一样 何必大庭广众之下去丢人呢 就这么一条建议 这个刘西红逮住了 使劲撕咬 说他宁可讨好英国民众 都不忠君爱国 辱清卖清 十恶不赦 这么一顶顶帽子扣上去 郭松涛就成了一个无父无君 理通外国的禽兽 甭管是慈禧还是李鸿章 在汹汹舆论面前都保不了他 于是1879年朝廷一道圣旨下来 郭松涛黯然回国 他那本日记呢 也被勒令回版 不许印刷 就这样 中国初始西洋第一人 所见所感 一腔热血 终究是为了狗 郭松涛回国后 因为名声尽毁 北京容不下他 只能回湖南老家 告老还乡 当时湖南官民得到消息 到处张贴标语 说郭松涛勾结洋人的卖国贼 湖南当地自巡抚以下各地官员 对这位钦差态度非常的傲慢冷淡 郭松涛先前跟着曾国藩为大清 立下赫赫的功劳 因为出使英国彻底毁于一旦 到光绪17年 也就是1891年 郭松涛去世 李鸿章听说这个消息 念及旧情 上书朝廷 希望国使馆给郭松涛立传 并赐予嗜好 但是朝廷断然拒绝了一个请求 并且发出上誉 再次强调 郭松涛出使外扬 锁住书籍颇受外界争议 所以不为其追赠嗜好 郭松涛这辈子的名声啊 最后因为出使英国 毁于一旦 在当时大清尽管知道西方好 但是朝野上下 首要关心的是天朝上国的面子 任何时候 谁要是坏了这个面子 就必然要被群起而公知 大清为了自己这个面子 毁了郭松涛 也彻底葬送了自己 好啊 关于这个中国首任驻英工使 郭松涛出使英国的往事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